爆料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洛登 聲稱逃亡到香港是因為香港擁有言論自由 又相信港府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較為獨立自主 希望特區政府不會將它引導回美國 不過英國衛報引述總部設在紐約的國際組織 人權觀察指香港近年的言論自由倒退 斯洛登逃到香港並不安全 又指港府與中情局以及英國軍情六處關係密切 04年曾經應美國政府要求在赤立國機場 拘捕一個叫薩瓦迪的里比亞異見人士 並將他遣送回國 遭到當時的卡達菲政權折磨和判處死刑 人權觀察認為香港政府很可能也會將斯洛登遣送回美國 而在美國斯洛登爆料前所屬的國防合約外判公司 博斯艾倫宣布解僱他原因是違反專業守則 白宮發言人卡尼仍然不肯評論今次竊物事件 但重申所有為政府工作的員工都有責任保護機密資料 美國司法部計劃對斯洛登提出刑事檢控 多名國會議員敦促華府盡快引導斯洛登回國審訊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導 請問我們到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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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